台中慈民市将于国立的4月21日起 期间水陆大法会 欢迎大众同瞻法议 台中慈民市将于4月21日至4月27日 在台中世界贸易中心期间第七届水陆法会 在法会期间并举办慈善捐赠 期望能让经济弱势团体受惠 也欢迎民众共瞻法议 我们慈民市举行水陆法会 今年是第七届了 同时我们在水陆法会之中 也做慈善捐赠 因为法会我们除了 结集大家的善的力量 来举行宗教仪式以外 我们更希望结集善的资源 来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预计是要拨出150万 这样子来帮助社会上的 所谓的弱势团体 那么同时我们也在第六天 举行人亡护国法会 那么邀请台中市政府 以及台中市佛教会 一起来为国家 为社会来做祈福 所以殖民市我们举行 每年举行这个水陆法会 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水陆法会 借由一个宗教的仪式的这种形式 抚慰人心 那么时间是在今年国立的 4月21日到27日在台中市贸中心举行 在这次水陆法会中 第六天更举办人亡护国法会 由台中佛教会与殖民市法师们 恭送人亡护国金 台中殖民市每年举办水陆法会 目的是期望透过宗教的仪式 抚慰人心 并祈求世界和平 十方新闻 黄惠罗黄凯杰 台中采访报导